各位朋友新年好 今年大年初一 在这里给各位朋友拜年 祝各位朋友龙年大吉 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昨天用人工智能做了一个背景 好像朋友们的反应不是太好 今天换一个背景 不知道朋友们能不能喜欢 昨天在节目中说的 习近平是祖熟的鸭子嘴硬 明明是中国的经济情况不好 而且还是全世界唯独中国不好 美国欧洲日本的经济 虽然不能说非常好 但也算是正常不算很差 唯独中国的经济很差 我们只要从股票市场就可以看出来 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的股票都是牛市 不断创历史新高 唯独中国的股票市场是熊市 不断刷新历史新逼 可是习近平硬是嘴硬 不要说中国这边风景独好 全世界就是中国最好 在习近平唱出中国这边风景独好之后 北京官媒马上跟上 纷纷钻为说 全球经济依然低迷 风景这边独好 其实这些写文章吹捧的人 他们也都知道 全球的经济都挺好的 唯独中国不好 但是为了讨习近平的欢心 他们也硬是要高唱 风景这边独好 中国就是全世界最好 那么吹牛吹到这个程度 也要有一点动作才能赶得上这个吹牛 所以可以预计用不了多久 习近平就要180度政策大转弯 北京就要学美国西方国家 直接给老百姓花钱来刺激经济了 现在中国的经济学者基本上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中国的经济困难关键在消费 如何提升居民消费是未来中国经济走向的关键 在短期内能够看到效果的方法 就是直接向居民发消费券或者直接发现金 来直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 这样的方法可以在短期内 让老百姓的居民生活的购买能力 有明显的提高 让居民和企业在短期内 就能看到中国经济有明显的起色 人一旦有了钱 胆子就大起来嘛 就可以赶消费 花钱消费了 所以呢 居民的消费增加的话 企业的营收和利润就会改善 消费和投资都会活跃起来 经济就这样提升起来的 所以呢 目前中国应对经济低迷的唯一的办法 就是直接向老百姓发钱刺激经济 没有其他的好办法了 不过到目前为止啊 习近平还是一直反对给老百姓直接发钱的办法 习近平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不搞福利主义那一套 当年一些辣美国家搞民粹主义 高福利养了一体懒人不劳而获者 结果是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长期不能自拔 福利待遇上去了就下不来 搞超出能力的福利主义是不可持续的 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中国坚持不雕告微口 不空头许诺 习近平就拒绝用向民众发钱的办法来刺激经济 那么中国经济必然只能是一路跌下去 不过啊 最近有中共经济国师之称的经济学者李道奎 开始放话 说是要大力支持政府给老百姓直接发钱 这就说明啊 习近平是撑不住了 他准备要放弃他的这个不给老百姓发钱的政策 习近平这个人的性格啊 就是他一看到形势不妙 就会180度大转弯 就会自己否定自己过去的政策 过去习近平把他坚持了很多年的动态清零 完全放弃了 自己否定自己 180度大转弯 完全对疫情是放开管控 因此这一次习近平180度大转弯 自己否定自己不给老百姓发钱的政策 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是完全可能的 因为这也是北京目前唯一能够挽救中国经济的办法 再没有其他办法了 这里说的再也没有其他办法 并不是说真的就没有办法 更好的办法当然是进行大道阔谱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这是最彻底最有效的办法 能够给中国经济再次带来繁荣 不过习近平完全拒绝中国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在不进行体制改革的情况下 又要挽救中国经济 唯一的办法当然就是政府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那么北京政府给老百姓大量的直接发钱 发消费券能够挽救中国经济吗 可以说啊 这里面风险好坏给我一半 坏的风险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在新冠疫情期间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就是给老百姓直接发大量的现金 结果一下就挽救了萧桥的经济 刺激着消费 让经济很快复苏起来 但是这种人为发钱刺激起来的经济复苏 有天生的弱点 就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 前一段时间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货膨胀率都相当高 一度接近10% 经济过热情况非常严重 于是美联储就开始提高美元的利率 给过热的经济降温 现在美国的通货膨胀 已经降到了相当温和的程度 可以说美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 这样看来 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 直接给老百姓发现金的办法是对的 如果当时美国政府 没有给老百姓发现金刺激消费的话 现在美国经济也必然要陷入一种 疲软的经济萧小的状态 陷入通货紧缩的状态 所以经济学家们都认为 给老百姓发现金刺激经济也是一个好办法 所以也纷纷建议北京采用这样的办法 不过习近平过去是一直不同意的 他最大的担心 就是担心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的话 出现那种无法制止的通货膨胀的话 就会造成严重的政治问题 美国给老百姓直接发现金之后 的确是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是美国把这个通货膨胀成功的给压下来 那么北京给老百姓直接发现金 必然也会引起相当严重的通货膨胀 问题是北京有没有这个经济管理的水平 能够把这个严重的通货膨胀给压下来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1989年天安门事件背景之一就是在1988年 当时北京搞了一个经济体制改革 叫做要闯价格关 结果北京闯价格关的尝试失败 不仅是经济上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导致人们非常大的不满 以至于在政治上又引发了天安门事件 这样的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1992年邓小平南勋之后 北京是再次启动经济体制改革 也引发了相当程度的通货膨胀 但是这次的通货膨胀没有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是因为这次的通货膨胀是良性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可以分两种 良性的通货膨胀和恶性的通货膨胀 良性的通货膨胀就是人们的收入增加的速度 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 因为人们的收入增加了 尽管物价贵了 但是人们还是觉得比较满意 所以只要人们的收入增加速度 高于通货膨胀的速度 一般来说 这样的通货膨胀就是良性的 是可以控制的 恶性的通货膨胀 就是人们收入增加的很少 可是物价上升的很快 结果造成人们相对贫穷 导致人们极大的不满 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很多经济失败的拉丁美这国家 都是这种恶性的通货膨胀非常厉害 因为通货膨胀速度太快 人们收入增加速度太慢 结果导致这些国家 人们非常的不满 政治混乱 社会动荡 就像阿根廷的极右派总统上台 而在阿根廷搞一个彻底的自由化 经济体制改革 如果他的经济体制改革 能够搞成功的话 那确实是给人民指明了一个方向 对北京采取这种向老百姓直接发现金的政策 确实他也可以马上刺激中国的经济复苏 可以由现在的通货紧缩 经济萧条 马上就变成通货膨胀 经济过热 那么给老百姓发现金的刺激程度 这个拿捏非常重要 也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现金发的太少了 刺激力都不够 中国还是无法摆脱通货紧缩的经济萧条 如果现金发的太多了 刺激力都太大 中国一下子就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经济过热 如果这种通货膨胀是良性的通货膨胀 那就算是北京刺激经济成功了 但如果通货膨胀是恶性的通货膨胀 北京刺激经济当然就是失败了 而且后果会非常的严重 能不能保证这个通货膨胀是良性的 关键是老百姓的收入能不能增加 而老百姓收入的增加 主要就是靠企业老板给员工增加工资 而企业老板给员工增加工资方面 中国是非常困难 因为现在中国的企业 并不是像美国那样的高科技企业 企业的竞争力主要是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低 而中国企业产品价格低的关键因素 就是中国员工的工资低 如果中国员工的工资涨上去了 那自然中国产品的价格就要涨上去了 像美国那样的高科技企业 产品价格上涨了 他们并不太担心 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是靠价格来竞争的 而中国这样的低科技企业 他们特别在乎产品价格 因为中国的竞争力 就是体验在产品价格方面 一旦价格上去了 失去竞争力了 企业就有破产倒闭的风险 对比之下呢 美国企业老板就比较容易 同意给员工涨工资 这样美国的员工工资上涨了 可以抵消物价的上涨 所以美国的通货膨胀 是一个良性的通货膨胀 而中国企业的老板 就很难同意给员工涨工资 这样中国员工的工资上涨 就没有办法来抵消物价的上涨 甚至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这样一来中国就很容易出现 拉丁美洲国家那样恶性的通货膨胀 而且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 还特别怕恶性通货膨胀 过去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执政的末期 又是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让人们记忆犹新 但不管怎么说嘛 北京给老百姓直接发钱刺激经济 也许还有一点挽救经济的可能性 如果不发钱的话 那就是没有任何希望了 只能坐着等死了 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 尽管给老百姓发钱的风险也很大 但还是有一点成功的可能性 总比人家坐着等死要强一点 所以呢 预计也用不了多久 习近平就要180度政策大转弯 北京就要学美国西方国家 直接给老百姓发钱来刺激经济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的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